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三旁晚,日本天王杯第四圈火熱進行 將會由兩支日積隊伍明古屋白瓶主場迎戰蒲和紅磚 就在兩隊今季聯賽手循環交鋒上,他們握手燃和 而且大家實力相近 所以說金將他們日王杯中相遇,在法定時間內打和會不出奇 賣上一圈日王杯,明古屋白瓶和仙台維加泰 打到護石十二碼才分出勝負 幸好的是明古屋白瓶的將士心理質素更為優勝 最終贏得這場十二碼大戰 不過在日王杯超過百年歷史中,明古屋白瓶只有三次入決賽 其中兩次奪冠,奪冠的年份已經是上世紀的事 不提到明古屋白瓶近年來對於天王杯並不太重視 上屋天王杯他們也止步在第四圈 不過他們打日職的時候,明古屋白瓶就看到珍冠的希望 目前只是落後榜首神戶勝利船五分 但聯賽已經連續兩輪失分,已經不允許他們再度犯錯 球隊或者要將重心擺在聯賽珍冠上 另外在主力射手道斯山道士,與沙地球會艾塔亞文好事近的情況下 早前相遇復出的縱港卓也,與常規後被酒井宣服 需要把握這機會表現自己 所以說今獎他們應該獲得更多肯定的機會 而普和紅瓶方面,他們遇到的問題其實與明古屋白瓶相似 他們在聯賽方面借落後明古屋白瓶兩分 但最近兩輪聯賽都失分,同樣專注要在聯賽的爭奪上 而與明古屋白瓶相似,普和紅瓶目前在國內的賽事都是三線齊發 日本職業聯賽杯已經是晉級到半準決賽 而普和紅瓶上一圈日王杯的比賽都只不過派遣半主力出戰 最終伊藤敦雪一戰定江山擊敗,山營山神晉級 在日王杯的歷史上,普和紅瓶是蓬杯最多的隊伍之一 十二次入到決賽,八次取得冠軍 不過上屆日王杯,普和紅瓶甚至連第四圈都不見他們的蹤影 看到球隊選擇放棄一些賽事 亦另一方面看到普和紅瓶未必會全力出戰 所以金將與明古白瓶在法定時間內在打和的成數都頗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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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好